好,我們看這題題,題目告訴你A點165,是固定的 那麼一個拋物線給你的,Y平方等於16個式 然後呢,它的焦點是F 然後呢,有個動點P 然後請問說P點多少的時候呢 PA加DF會是最小數 好的,大家題目再先畫圖了 來吧,先把Y平方等於這個16個式 先把畫出來 好,第一個圖一定長這個樣子 1平方等於16個式 OK 然後呢,這個頂點肯定是這裡 頂點肯定是頂點 加點多少加點 知不知道 因為它是失掉一個式嗎 那不是等於4才4才一個式嗎 所以我知道C就是4 對不對,所以代表這裡,這個點肯定是40 OK,然後呢,這條線呢 肯定是X等於4 對啦 好,然後呢 現在重點來了 請問你 65在哪裡 也是一樣的 你把那個65帶進去的話 X在6Y帶5 這個默帶它 所以它應該在裡面的部分 所以65帶來這個位置 A 好,那一樣的狀況 題目說什麼 題目說它想要找什麼東西 它想要找PA 這個PA 我畫這裡 PA 加PF 不好意思 它想要讓PA加PF是最短的 PA加PA最短 那 我還是那句話 我畫的就是 不是那麼的完美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喔 PA到PF 請問你喔 我如果這邊畫個垂直的話 這兩段會不會相同 應該要吧 因為 拋物線的定義是 拋物線上那些 任意點 它到這個 焦點的距離 應該也能夠到 主線的距離 所以最短的距離 是哪條 你知道嗎 最短的距離 最短的距離 應該是這條來對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把理解要知道 這兩段會不是一樣 一樣長嗎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A點到這個準線 最短的距離就是 PA加PA不最短距離 那感覺狀況是一樣的 會啦 好 所以答案呢 我們開始算吧 來 怎麼算 我們相當於求什麼東西啊 相當於求 他說P點多少的時候 PA加PA不最短 呃 第一件事情是 呃 我們要 我們要 先求 什麼 東西啊 最短距離的話 這個 該怎麼做 欸 你如果找P點 你就這樣 你就這樣 你不是找這條線嗎 找這個綠色這條線 跟這個拋屋線 共同的解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因為這條線就是水平垂淺 這個也沒什麼問題 這個綠色這條線呢 其實它的方程式就是 Y等於 對不對 所以你把Y等於 帶進去這個方程式就可以了 所以就變成了 5的平方等於16X 喔 算你的X等於16分之25 所以你的答案就出來了 當你的P點 你不知道 16分之25 跟5的時候 就是你最等距離 對不對 那 距離的話 找出這個點到這個距離 這個其實基本上 你用看也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這段是6 這個是4嘛 所以注意一下 10 這個可以直接算 你也不用帶公式 就直接 把它寫上去就可以了 回來 看懂嗎 基本上題目你圖畫出版 答案差不多出版了 看懂嗎 好